县议员潘贵兰关心明年度台东是否有奖励或补助措施 吸引国旅或国外旅客来东旅游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县府是比较预算比较紧的关系 在屏东跟花莲都有做奖励补助 它的游客来到屏东或者是游客来到花莲都有奖励的补助 但是台东今年是没有 我想请问一下县长在明年度会有奖励补助的措施吗 来刺激观光的人数成长 当然补助不是一个非常长久的方式 它只是一个短暂刺激 或者是说针对旅游同业这些 它可以带大量的人潮进来的旅游同业 比如说是像旅行社或者是这些同业的话有一些奖励 那么的话它会特别着重在台东地区 然后应客进来 也许这个部分也是多少是业界里面 大概是比较有效的方式 议员我觉得当初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奖励措施 就是大概我记得是在台东县 黄县长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做 那时候也是江处长 而且也不多 其实大概就是当到一个人可能一百两百 这样子比较 所以在台东县政府来说 我们曾经其实内部有讨论过 就是要不要再继续 那现在这个的确是我们还在演绎中 基本上台东应该是我们没有国际的飞机场嘛 所以我们的国际课其实是比较少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县长 在明年度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积极的引进国外课呢 县长有今年有派我去香港跟新加坡 最主要是找主要的那些组团社 希望他们来到台东 那所以说我今年也带着地阶社 也刚采完线 国外的包机的部分 我们会有一些奖励的旅游的措施 高雄或是桃园组团过来的话 我们也会有奖励旅游措施 所以我们预计明年看能不能 至少有五千位的外国的观光客 来到我们组团的部分来到我们台东 潘议员请县府协助解决路野高台厕所 设置不足的问题 因为使用厕所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那这么多的状况在这个 这个其实路野高台热球活动 有几个老问题嘛 一个是交通问题 今年解决了 然后再来就是厕所问题 那接下来我想要请县长啊 就是要针对路野高台 在举办热球活动的时候 这么尖锋四五万人潮 甚至更多人潮的时候 它的这个厕所的用量如何可以解决 它这个严重度是到 整个高台的水沟都溢出来 这个人类的粪便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臭味 然后还有观感上都非常的不好 那最近呢 台东有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厕所 然后在路野相公所的旁边 非常非常多人去打卡哦 因为现在新的设计设备 新的一个旅游 它就算它是厕所 可是做得非常的可爱 已经变成一个打卡 网红打卡区这样子 那所以如果我们路野高台 能够有一个热气球的一个厕所 或者是有一个造型 然后它一方面可以解决 这个观光客来上厕所的困境 找不到厕所排队排很久 然后甚至是在草丛大小便 这样的情况之下 然后又有造型 然后可以让客人打卡 然后觉得有新鲜感 也是蛮不错的这样 派议员质询表示 铁花村小蓝屋是否有对外招商的计划 副县长答询已召开小组进行整体规划 基本上我想要请问一下县长 这个小蓝屋它收摊之后 势必它的空间跑出来了 那之后还会有招商计划吗 就是真的整个旧站特区 整个大三角形 就是桂林北路 还有新生路 还有中华路 这整个大三角在做规划 那原来规划当中 这个铁花村 就是音乐居住这边 我们原来就是配合它的功能做设计 但是因为它现在刚走 所以我们整个整体规划部分 可能也会跟着调整 不过这部分我们还在研议当中 好 没问题 我想这个部分 大家会觉得有点点遗憾 但是商业经营 应该有商业经营的考量 可是当然在我们县府的整个营运上 但也要思考是说 如果它是一个很好的厂商 为什么我们留不住 以时事网红吸毒事件为例 潘议员请饶县长与警察局 多到校园宣导 查气校园吸毒 所以我想请这个县长 跟警察局长这边 针对这个最近 甚至到明年的安排的次数 到校园里去做茶器 或者是说宣导的次数 可以再增加一些 因为很明显的今年度 这个吸毒 网红吸毒 明星吸毒的 这样子的新闻是比以往还要多很多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 恐怕是有非常多青少年 觉得好玩 然后下去试 然后就染毒这样 就要加强这个次数好吗 我们会积极布线 然后报警指挥 然后请搜索票 我们要去充我们的制毒工厂 那个查到的量都很大 所以我们要从源头来管控 其实更期待就是 每一位老师 发觉学生有益状 因为不管是吸毒或贩毒 学生一定会有一些 比较异于一般同学的行为 那老师就可以直接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潘议员提出国土计划公厅会 民众们提出的问题回馈单 县政府为何迟迟尚未回复 为什么自己的田 会变成农一农二农三农四 听不懂 很多的事前的一些资料 他们都没有准备 然后所以反应都非常的激烈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公厅会的时候就有请大家都说 有意见的有问题的都要写出来 写那个意见表 很多人写 我看现场非常非常多人写 据说收集起来的资料 应该有好几 五六百份六七百份 那年终就办了公厅会 资料也写了 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回复 就是我们的乡亲来询问说 那我这块地到底是怎么了 我写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农一 我觉得他应该是农二才对 或者是他觉得说 这块地不能耕种 然后把它化成农一 那在国土规划里的农一的定义 就是它是个良田 所以呢 以后只能做这个耕种使用 等等之类的想法 那他一直没有得到回复啊 现在的进度为何 114年的6月要实施 那现在这个整个审查的状态 是到什么程度 我每次都看一下说 因为公所都反映说民众都听不懂 因为都不知道到底国土计划 现在内容是怎样 我就跟公所人讲说 不要说你不懂 我相信我们县府很多人也不懂 因为连订定这个规定的营建署 就是国土管理署 到现在也不懂 因为它的整个制度 并没有完全定完 所以对于114年 能不能实施这件事情 其实连国土署自己都很质疑 我们现在县政府 就是几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说 民众既有权益一定要保障 我们不要让民众 原来有的权益去受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极力在做规划的目的是 有些原来已经群聚的一些聚落 但是它以前并没有把它 化成乡村区或可建用地部分 我们透过 这一次的国土计划 尽可能把它给化进来 包括原住民的聚落部分 包括汉人部分 那甚至于 当汉人跟原住民混居的时候 两个条件不一样 我们都跟营建署讲说 我们会让它的条件一致 否则变成 汉人住在原住民隔壁 结果原住民可以盖三层楼 汉人住两层楼 这个也会引起很大的纷争 对 我们都会把它弄得一致这样 第三个就是在产业部分 我们昨天在讨论到 路野高台的时候 国土计划在路野高台 热气球的地方 沿着那条马路 里面呢 它说是可以发展的 马路旁边的是不能发展 我就说这怎么可以 所有的店家都在马路旁边 当然是整个高台 通通都把它画进来 那像这些部分 刚开始在做国土计划的时候 其实他们并没有把这种东西思考进去 那像我们已经进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尽量把民众实际上 我不敢说未来的发展需求 我们规划得了 我都觉得那个讲起来 有点太天马行空 我们做到一点 县长也说了 至少现阶段民众的问题 我们尽量去解决 只是 但是我说因为它的农许项目 营建署到现在没有定出来 所以 这就是民众为什么问农衣农或农山 猜在哪里的时候 回答不出来的原因 我们宁可把它做对 做仔细 否则我们急着把它发布 因为它通盘检讨要五年一次 你要知道 我一旦发布出去之后 民众有意见 再等五年 我觉得民众可能很难忍受 参议员提出 鹿野飞灰固化垃圾场 关山月煤堆肥场 池上光电等 湘民证明关心的问题 请县府 谨守守门员的角色 维护县民权益 以上是台东县议会 第二十届第二次定期会 11月9号县政总质询议程 县议员潘贵兰 问这内容的摘要报道 由刘瑞文整理